第三个安定国秀有建一区油炒区 尽量加多清除薄荷迷迭相定的油炒 安定国秀的小朋友也要清除当处照顾 各种油炒作成各种商品 清除香膏互存高定 不但天然更清晰 也让小朋友体验到当处做处理 小块它会快一点 不要整大块下去 小朋友有一个老师 大家都想要知道 这得出旁边的方法到过程 第三个安定国秀的幸福里面 有专门进一区油炒 包括这些不一样的油炒 好好买的利用天然的油炒 来教小朋友做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也是想要让孩子体会到 这个天然成品的制作过程 还有香草的一个疗效 最重要是我觉得小孩子在国小阶段 动手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那今天他们每个人都得到 自己亲手做的左手香也非常的开心 小朋友不但在当处经历回忆 也对这些油炒这片才有影响 主板炒到这些新品 小朋友都转顶产物 也都感觉很好玩 左手香草是我自己去采的 我觉得它有一种薄荷味 它非常的香 你刚刚有擦左手香吗 有 因为觉得很凉很舒服 天然更简单的这种方式 好好也吃过来小朋友 当家到家里的人这会当手DIY 老师也有交代 这种贵地来注意行动 做这些东西呢 小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他使用的材料来源 当然是自己手中的东西是最好的 像豆手香也好 蜜蝶香也好 这些都是易活 然后又易重 又好使用的东西 所以只要注意它的来源安全 注意环保问题 这样子就不会造成对身体的负担 小朋友请出做旁哥 不但好胜也有心足感 这个手以安定个小的油炒专库 比来环英设计 竟然有很多猪蜜 还有創意的话题 让下生产物 记者 曾怡婷 蔡红博德 我们就会看到了 前一天 是的 那一天 就是这一天 感悦 ' 的 run